这期我们来说一下未属无三家规禁的过程 公元208年曹操出任丞相 想要征召一个叫司马懿的出来做官 司马懿不想来 曹操说你不来就收了你 就这样司马懿迫于无奈地走上了政治舞台 没想到之后却一发不可收拾 慢慢地走上了人生巅峰 215年曹操讨伐张鲁 做了丞相主部的司马懿 劝曹操趁着刘备在一周立足卫稳之际攻打刘备 曹操说了一句光武帝刘秀曾经说过的话 人苦无足既得拢幼富裕得蜀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219年关羽秦于晋杀庞德威震华下 曹操甚至想要从许堂迁都河北 丞相君司马司马懿说 于晋为谁所莫非战功之师 于国家大计为足有损 犯不上迁都 并出主意让孙权去偷袭关羽 结果后来关羽被杀危机解除 从这两件事中就可以看出 司马懿这个人的权谋之所在 而在曹操儿子曹丕和曹植的太子之声中 司马懿更是站在了曹丕一边 之后曹丕胜出并接受了汉宪帝的善让登基为帝 也就是魏文帝 那么选边站位并且有功的司马懿 自然是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221年签尚书又谱业 应该就是又成相的意思 曹丕非常的重视司马懿 在225年蒸发东吴的时候 留司马懿镇守 并且把他比作是自己的萧和 226年在为了七年年仅40岁的 曹丕就英年找世 临死之前 曹丕让曹真、陈群以及司马懿 一起辅助他的儿子 也就是魏明帝曹瑞 可以看出司马家是因为曹丕而得以显和的 孙权听说魏国有大丧 就对位用兵 司马懿率兵击退了诸葛锦前飘旗将军 这是司马懿初次的展露他的军事才能 但是呢不是太惊艳 很快惊艳的机会就来了 227年蜀国反叛过来的孟达 又想要反叛回去 但是诸葛亮却有自己的打算 他假装不小心把这件事泄露给了魏国 司马懿一方面是安抚孟达说不用担心 一方面则被造奸行 八天行军1200里 以血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了孟达面前 之后又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就将孟达给拿下了 从第二年的228年到之后的234年 六年之间诸葛亮先后发起了五次针对曹魏的北伐 曹魏这边是反攻过一次 然后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过程 228年第一次北伐 出发之前还非常隆重的写了一篇初识表 但是因为马术师接挺最终是无功而返 诸葛亮也自贬三级 以右将军之职代行丞相士 此时曹魏这边的主帅还是大将军曹真 在诸葛亮撤退之后 曹真率兵平定了之前叛投诸葛亮的天水南安安定三军 便预料到诸葛亮之后必出陈藏 于是就派好招留守陈藏 果然这一年的12月 诸葛亮就出散关为陈藏 开启了第二次北伐 还顺便写了一篇后出识表 但陈藏的好招找有防备 诸葛亮久功不克 之后一方面曹真派来的援军一到 另一方面自己这边也没有凉了 就又撤军了 229年第三次北伐 这次颇有战功 拿下了五都阴平二军 刘善赶紧就恢复了诸葛亮的成像之职 第二年曹真展开了对蜀军的报复 也是曹魏的第一次大规模伐属 结果却赶上了大宇连下一个月 道路断绝 再加上曹魏这边一群人上述请求撤军 于是为明帝下召令曹真班师 曹魏的第一次伐属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231年第四次北伐 这次运用到了先进的月亮技术 就是牧牛 这一年曹真病死 司马懿正式的走上了曹魏的军事舞台 这一次诸葛亮取得了一点小胜 不过最终还是因为军粮不足而撤军了 这一次军粮不足有一个比较意外的原因 就是主管运良的李延 因为下雨害怕完不成任务 就派人去叫诸葛亮撤军 等到诸葛亮回来之后 李延又假装震惊 说军粮充足怎么就撤军了呢 还非常体贴的上表流散 说成像这应该是要诱敌深入啊 看上去李延是把各方都给耍了 但是这个手段过于低级 最终是被免官消绝 不过诸葛亮撤退的过程中也是有收获的 司马懿大将张合坠机 结果被剑射中膝盖而亡 之后诸葛亮消停了三年 在234年的时候展开了第五次被罚 这次司马懿选择了坚守不战 诸葛亮为了激怒司马懿 还给他送去了女人的义父 结果司马懿依然是坚守不出 没饿酒 诸葛亮就在吴藏元病死了 这一年是54岁 而他的对手司马懿比他还大两岁 是56岁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活得久才是王道 238年 魏明帝派司马懿将兵四万去讨伐辽东 辽东虽然是比较偏远 但一直以来都是曹魏政权后方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当年曹操攻打元氏集团的时候 元氏的儿子元熙和元上逃到了辽东 因为曹操的及时撤军 给了他们内部产生矛盾的空间 结果元氏兄弟就被辽东的公春康所斩杀 并且将头颅献给了曹操 这应该可以看作是辽东的公春康 依附于曹操了吧 之后公春康却是儿子太小 众人用力了公春康的弟弟公孙公 但是这个公孙公有生命疾病 和太监差不多体弱多病 所以等到了228年的时候 公春康的儿子公孙渊长大之后 就从这个叔叔公孙公手里夺毁了权力 曹操这边有人劝魏明帝趁机拿下辽东 但是魏明帝没有同意 而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封公孙渊为辽东太守 232年孙权派人去联络辽东 公孙渊开始通吾 魏明帝便派人去讨怕公孙渊 但是无功而返 第二年公孙渊就向吴称臣 孙权大喜赶紧派人带着金银珠宝 就去封赏了公孙渊为燕王 谁劝都不停 甚至张昭来劝还把张昭的家门给堵上了 这个张昭也比较有个性 他自己在内部也把门给封上了 孙权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结交公孙渊 结果公孙渊却收下了财宝 把他的使者给斩杀了 还把手机送去了洛阳 不知道孙权有没有气的喷出一口老血 魏明帝这边则又选择了原谅公孙渊 并且封其为大司马勒浪公 237年公孙渊就又开始反复 表现出了对草位的不恭敬之意 魏明帝一开始是派了冠秋俭 带着鲜卑和乌环前去讨伐公孙渊 但是因为下了十多天的大雨 潦水打涨 冠秋俭作战不力 就退回到了游尾平 公孙渊则士气大振 借机自立为阎王 于是238年的春天 魏明帝终于是派司马懿亲自出场 走之前魏明帝问司马懿要用多长时间 司马懿说去一百天 攻一百天 还一百天 休息60天 一年足以 这个计划可以说是非常人性了 还做二休一 果然一切都和司马懿预想的差不多 刚好是一年左右的时间 顺利的斩查了公孙渊 拿下了辽东带方乐浪玄途四郡 然而在返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司马懿三天之内收到了五次的诏书 司马懿昼夜兼程 一夜赶路400里回到了洛阳 回来之后才知道原来是魏明帝要死了 让他赶紧回来 想要托姑少子 魏明帝还深情的说了一句 死乃可忍 无人死待君 得相见 无所负恨义 可见魏明帝对司马懿的信任程度和依赖程度 托姑之后 魏明帝曹瑞就去世了 十年三十五岁 除了司马懿之外 托姑之臣还有一个曹爽 就是之前曹真的儿子 而被托姑的这一位叫曹芳 是魏明帝曹瑞的养子 具体的世袭未知 怀疑是曹张的孙子 这一年只有八岁 外有强敌 内有能臣 又是哨子登基 那么草位的政权旁落 几乎是不可避免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花落谁家 如果是曹爽胜处还好 毕竟都是老曹家的人 只是可惜他的对手司马懿 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 甚至是寿命上 都是那个时代的一顶一的高手 不过一开始呢 还是曹爽占据有势 他夺了司马懿的兵权 给他封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太夫 并且让自己的弟弟曹熙领中将军弟弟曹逊为魏将军 全面的接管了曹爽的兵权 244年 大将军曹爽率十余万人伐蜀 结果无功而返 还在撤退的时候 被蜀汉大将军废医追杀了一番 这就让他的权威大打折扣了 于是在247年的时候 曹爽就玩起了政治手段 他牵郭太后于永宁宫 开始专山朝政打击政敌 司马懿看形势不对 赶紧撑兵在家 开始了他影帝级的表演 走路靠餐服吃饭钓鱼地 听话又总听差 曹爽知道之后 就不再把司马懿放在心上了 毕竟这些症状都比较符合一个 70岁老头的气质 曹爽就开始变得肆无忌惮地享受起来 没事还准和两个掌握军权的弟弟一起出游 环泛就劝曹爽说 你们不要一起出去 万一有人把城门关了怎么办 曹爽说谁敢 249年 曹爽兄弟和皇帝曹芳一起去高平陵祭拜 也就是魏明帝曹瑞的陵墓 司马懿听说之后 立马就奇迹般的康复了 以郭太后的命令 关闭城门 占领武器库 快速地掌握了洛阳城 其实这个时候的司马懿掌握的人并不多 应该就是他儿子司马师养的三千死士吧 但是掌握了洛阳进军的曹爽兄弟们 以及皇帝都在城外 无法调动进军 再加上有郭太后的掩护 才得以快速地控制了洛阳城 至于郭太后是不是甘心地站在司马懿这一边 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郭太后一定是讨厌曹爽的 因为两年前正是曹爽把自己软禁起来的 但就算是司马懿掌握了洛阳城 也不是什么必胜的形式 姑且不说曹爽出城带了多少人马 只要他选择带着皇帝去附近去政绩兵马 还是有胜算的 但曹爽兄弟就像中了鞋一样 梦想着放下权力还能做一个富家翁 过安稳日子 于是就没有挣扎 送回了皇帝朝方 然后就回家去了 结果自然是被司马懿抓住 并且移灭了三族 就这样曹爽政权彻底的落入到了司马懿的手里 但司马家毕竟是外星 曹氏旧臣对于司马家的统治的反抗 也就随之而来 251年 他被王陵想要改立曹操的儿子楚王曹彪为敌 结果还没等到具体的行动就被人告发 司马懿亲率大军对王陵进行突袭 迫于形势 王陵先投降后幅度自杀 虽然王陵的反叛并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成果 但是已经73岁的司马懿 好像不那么紧折腾了 就在同一年去世了 由儿子司马师接替了他的大将军职位 254年 李峰张吉等人图谋以夏侯玄来取代司马师辅证 结果阴谋败露全部被杀 这件事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首先是皇帝曹方开始不安 然后司马师也感受到了曹方的不安 就趁着弟弟司马昭带兵入城之际 逼迫过台后让他下令废了皇帝曹方 在废立的招数中给曹方扣了一大堆的屎盆子 什么毁人伦之絮 乱男女之劫 又为群小手破 将为社稷 说得好像这个朝上有多大能耐一样 之后在郭台后的坚持之下 拥立了高贵相公曹毛 这一年是14岁 255年 因为不满司马师的费力皇帝 以及之前的李峰夏侯全等人被杀 原曹爽阵营的镇东将军冠秋俭 与扬州侧史文钦在寿春反叛 司马师为了文图起见决定亲自出征 而当时的司马师刚好是割掉了眼睛上的肿瘤 虽然最终是成功的镇压了叛乱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在紧张刺激的战场上 司马师的眼珠子掉了下来 之后没有多久就去世了 由弟弟司马招接替了大将军职位 上面的两次反叛虽然都是失败了 但是却一次带走了司马懿 一次带走了司马师 还是成果破风 257年 司马招有了创业的打算 派甲冲到淮南去见了 征东大将军诸葛诞 并说洛阳人都希望大将军可以善待皇帝职位 你觉得如何 诸葛诞直接就给拒绝了 这也就意味着诸葛诞反叛了司马招 这里特别想吐槽一下 这个诸葛诞的反应迟钝 之前的王林和军秋简叛变 加上诸葛诞的这一次叛变 都是发生在淮南 所以也称之为淮南三叛 实际上这几伙人都是反对司马家族统治的 可是为啥就不能拧成一股声一起叛变呢 尤其是这个诸葛诞 在军秋简叛叛的时候 本来军秋简还联络了他 结果被他给拒绝 甚至他还参加了对军秋简的评判 那么此刻他再反叛就显得势大力薄了 第二年就被镇压 平白被杀 对于这个结果也只能是说一声活该了 淮南三叛全部失败之后 反叛司马家族统治的外部力量就基本没有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外部力量没有了 内部却又出现了叛乱 当然这个用叛乱形容不太合适 因为这一次的发起人就是皇帝曹茅 不甘心做傀儡的 他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 就是司马周之心路人皆知 无不能坐受废辱 于是不顾劝阻 带着宫中的宿位和奴仆们就喊杀着出了宫 很明显这点力量就是飞蛾扑火 结果在路上被甲冲撞见 一个叫成绩的问甲冲 这怎么弄 甲冲说司马公养你们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还问啥呢 于是成绩就抽出长歌将草毛刺死 司马昭为了抚平中毒杀死了成绩 之后用力了长道相攻曹焕 这位就比较听话了 没搞过什么幺蛾子 但是司马昭刚刚杀了皇帝 想要篡位这个事就多少有点无声说起了 就比较尴尬 需要做点什么来化解一下 比如说对外发起一个灭国战争 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262年蜀国的姜维出兵法位 这应该是姜维参与或者是主导的第11次法位了 这次呢 是被自己的树敌邓爱击败 退居他中 因为此时的蜀汉呢 是宦官皇号的天下 他和姜维不太对付 想要找人来替代姜维 所以姜维害怕战败回去之后 没什么好果子吃 就不敢回去 司马昭就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大举发属 这件事遭到了中会之外的大多数人的反对 毕竟之前的曹爽和曹真都干过一次 都是无功而返 可见这个鼠弟确实是一手难攻 这个反对者之中就包括经常和蜀汉打交道 并且是占据着一定优势的邓爱 司马昭就派一个叫施转的人为邓爱的司马 来劝说邓爱 邓爱也指的是同意发属 263年 司马昭派三路大军发属 邓爱带3万人从正面签置将为 诸葛旭带3万人截住江维的退路 也就是这两路是针对江维的 让他动弹不得 然后中会率领10万人作为主力 直取汉中 之后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 邓爱供江维 江维去汉中救援 但是诸葛旭这一路 没有能够完成阻断江维去救援汉中的人物 让江维得以还之音频 并且最终在剑阁这里形成了与中会的对峙 李白的《蜀道南》里面曾经说过 剑阁争而摧为 义服当官万夫莫开 再加上江维确实是有阴的能力 所以中会这边久攻不下 慢慢的就开始缺凉 当初这个最支持法蜀的人 开始准备撤军了 但却被在阴平的邓爱上表给留了下来 说我有办法 他不准间隔 而是翻越七百里的无人之地 凿山通道 造作桥阁 甚至是亲自裹着毯子从险路上滚下 最终是克服了从种困难 偷渡阴平来到了江游 有四川的朋友可以来补充一下 这段路的艰险程度 至少当时的蜀军都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 感叹魏军莫非是从天而降 之后当爱在缅族击败了 前来抵抗的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 突破了进阀成都的最后一道防线 此时在成都城里面 则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关于到底是去益州南部寻求发展 还是投靠东吴 而光楼大夫乔州则说 我选择C投降 并且给出了一长篇的理由 大意就是天子没有寄居他国的道理 未能灭属自然是能够灭吴 当时是迫于诸葛亮的压力才顺服的 现在国家快亡了前去 要么是不被接纳 要么就是叛变 而如果选择投降的话 还能保个爵位 不得不说他的分析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至少刘善觉得是这样 所以最终就选择了投降 并且下诏数让各地的将士们全部投降 姜维也就就近投降了总会 只有刘善的儿子北帝王刘臣倒是很有骨气 他选择了自杀殉国 当初吉利赞同出兵的主将总会 无尺寸之功 而吉利反对出兵的偏师邓爱却灭了蜀国 这让中会很没面子 而对他比较有利的一点呢 是此时他正占据着邓爱与卫国沟通的要塞 也就是剑阁 于是就在邓爱之后手上的表中加了点私货 本来邓爱这个人就不太懂政治 不太会说话 在上表中对当时的实际安排直指点点 比如说如何对待刘善呀 比如说是不是要顺势伐吴等等 那么再配上中会加入的私货 估计这个上表就没法看了 肯定是充满了嚣张与傲慢 再加上中会联合监军卫冠告邓爱有谋反之状 264年司马昭就下令抓捕邓爱 如果不从的话 让中会可以直接进兵成都 以武力剿面 之前邓爱偷渡音频的时候 曾经邀诸葛旭一起 但诸葛旭没同意 而是去投奔了中会 结果却被中会将其部队收编 所以从军队上来说 中会此时对邓爱是有着绝对的优势的 但尽管如此呢 司马昭还是亲帅大军来到了长安 当然他并不是怕中会对付不了邓爱 而是为了对付收拾完邓爱的中会 因为他根本就不信任中会 但是呢又没有办法 虽然当初只有中会同意自己发属呢 他想着灭属之后 即使中会要捉乱 那么属地人是不会随统的 而中会所带去的这些人又不会留下 所以平定中会是比较容易的 中会这边先是派监军卫冠去成都收押邓爱 但是给他的兵的却非常少 其实就是想要借着邓爱之手来杀掉卫冠 卫冠也是知道中会的想法 但是别无选择 于是就去了成都 在夜里 他靠着监军的身份和风照的立场 说服了邓爱世面的将领投靠自己 等到了天亮的时候 趁着邓爱这边还在睡觉 就进入城中将其抓获 等中会来到了成都之后 听说司马昭亲自率大军到了长安 知道是对自己起了怀疑 于是就拒束反叛了 并且说成可以得天下 不成可以做刘备 投降中会的江维觉得机会来了 他劝中会杀死北方的将领 然后自己在沙雕中会坑杀卫军 就可以恢复蜀汉了 他觉得这个计划很完美 甚至还和刘善通了信 说你再忍几天 看我来给你光复设计 结果这个时候 在卫军的军营里面就开始流传 说买卫军将领的大坑都已经挖好了 马上就要把你们活埋了 就是这样的一条信息 意外的引发了兵变 姜维和中会全部在兵变中被杀 最终在监军卫冠的主持之下 蜀地之乱落下了帷幕 后主刘善没能够等到姜维的光复设计 被送往洛阳 司马昭封起为安乐宫 并且在与刘善一起吃饭的宴会上 故意加了点蜀国的元素 比如说蜀国的歌舞啊 然后在场的其他蜀国人都赶上起来 只有刘善喜笑自若 司马昭对甲冲说 人之无情乃至于此 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九泉 况姜维也 后来又问刘善想家吗 刘善说此间乐不思蜀也 关于蜀国的灭亡 诸葛亮和姜维的穷兵独武 消耗国力自然是一方面 当爱的军事才能带来的偶然性胜利 离心离德 最终才快速的崩溃 而这个原因呢 同样也适用于吴国 刚好就是这一年 吴国这边也来了一个 昏庸程度不输于刘善的皇帝 就是孙昊 不过初来大道的 距离他把吴国搞垮 还有一段的时间 所以先把吴国这边放一放 我们来看一下司马家的升级问题 因为秘蜀的功绩 司马昭从进宫成功的进击为了晋王 距离他的皇帝梦就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然而第二年 55岁的司马昭就去世了 没能够最终的走完这一步 也只能是由他的儿子司马昭来完成了 司马昭完成的还是非常迅速的 就在司马昭死的这一年 司马昭就逼迫曹魏皇帝曹焕善让 自己登基为帝 正式的建立了晋朝 史称西晋 而司马昭就是西晋的拆货皇帝晋武帝 至此三家归晋的进程 就走完了三分之二 274年 东吴的最后一代名将 陆迅的儿子陆康也去世了 临死之前 他上表孙号 说务必要增加西陵建平的访务 如果这里丢了 就不是丢掉一个郡的问题了 而是整个荆州 276年 晋国的真南大将军杨沪上表 请求发吴 说吴江淮之险 不如属之间隔 孙号之残暴过于流善 无人之困甚于把蜀 大进之兵力 甚于往实 并且提出了具体的作战策略 晋武帝司马昭深表赞同 但是当时的反对派占到多数 并且以秦梁之乱为借口 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就是当年帮助司马昭 杀死了草毛的幕后主使人贾冲 杨沪说无凭则胡自定 但是终究没有能够战胜反对派 于是他感叹说 天下不如一事 时长俱七八 天与不取 岂非更逝者恨于后世哉 当时战胜伐吴的除了杨沪之外 只有张华和杜玉两人 278年杨沪再次的上书 继续讲述他的伐吴计策 并且说孙号的残暴已经到了极点了 可以不战而克 但如果再拖下去 不小心孙号死了 来了一个贤主 那么就算有百万之众 长江未可亏也 将为后患 但这一年杨沪还是没有能够等到 伐吴一统天下的这个结果 就带着遗憾而去了 临死之前 他推荐了同样赞同伐吴的杜玉 来接替自己 279年 益州次是王骏上书 他的说法和杨沪差不多 说是再不伐吴 孙号就死了 其实王骏也属于是杨沪一方的人 他的兼益州驻军士 以及龙襄将军的名号 都是杨沪上表推荐的 并且杨沪还命令他修州籍 为顺流之计 可见杨沪的法吴 不单单是停留在嘴上说说 暗中已经做好了布局 王骏在上述中还说 船已经照了七年了 再不打 船就要烂了 而且我也七十岁了 再不打 我也要死了 司马延听说之后 就决定立即法吴 而这个时候 反对法吴一派的 安东将军王魂 又出来搞事情了 他说孙号那边 好像有要北上出兵的起象 看来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于是法吴之事 就再次的被推到了明年 关键时刻 杜玉接力上表 他说东吴并没有出兵的迹象 并且说如果法吴是成 就是开太平之机 得力十之八九 就算不成 也不过是浪费的时间 其害仅一二 那些不支持法吴的 都是因为计策不出于己 功不在己 而且现在我们要讨伐 孙号的迹象已经败露 如果孙号有了足够的时间 想出应对 比如说千读武昌 那么到了明年 就不知道会是 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了 上表到了司马延这里的时候 司马延刚好是在和张华下棋 张华就立马补刀 说吴主会用诛杀贤能 现在取讨法的话 可以不劳二定 至此司马延才最终的下定决心 立马法吴 我们可以看出法吴这件事 单单是从静国这边定下决策 就费了极其大的力气 如果和后面法吴的具体过程相比的话 可能还是这个内部的 做决策的难度更大一些 有意思的是 在反对法吴的这一派中 有一个非常另类的理由 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说 自非圣人 外宁 地有内忧 金似无为外聚 岂非算乎 翻译回来就是 法吴成功之后会导致内乱 虽然他的结果是对的 但是他的这个理论 我不是非常认同 但是也可以看出 山涛也是觉得 法吴是可以成功的 这一年的11月 经常开始正式的法吴 和之前杨户所提出的 法吴策略差不多 进军总共是出动了 20余万人分成6路 两路直奔南京 两路出击武汉 一路进攻江岭 还有一路是从巴蜀走水路顺流而下 意图应该是比较明显了 中间这三路呢 是为王骏的水军打开水上通道 顺便收复荆州 而东边这两路呢 是消灭吴军的有胜力量 然后与水路的王骏会合 共同的完成渡江战役 拿下建议 除此之外 司马延还做了一项 非常耐人寻味的人名 就是由反对法吴的代表人物 贾冲来做这个大渡入 贾冲则继续反对法吴 并且说自己老了 无法上任 司马延说 你要是不去的话 那就只能是我去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 贾冲也只能够硬着头皮上任了 至于这项证明的原因呢 应该是和 近条内部的太子之争有关 众所周知 司马延的儿子司马忠 脑子不太好事 所以很多人提议 让司马延的弟弟司马游继位 司马延自然是不愿意的 而主张罚吴的这些人 杜宇 王骏 张华 又都是支持司马游的 如果是让他们立功 那么自己的儿子将来 能够继位的概率就非常低了 这应该也是司马延 迟迟不肯罚吴的原因吧 但司马延当然也是不愿意 错过这个 灭吴一统天下的奉公伟纪 所以最终还是决定了罚吴 并且想出了这样一个 让贾冲来充当大都督的主意 而之所以选择了贾冲 是因为这个贾冲 是自己儿子司马中的老丈人 也就是日后的皇后贾南风他爹 有了这样一个背景 之后很多人的一些迷惑行为 就比较好解释了 不过这些政治问题 并不是我们本期要讨论的重点 我们只看表面的战争过程 280年的2月 王军这一路就非常顺利的 拿下了西陵、京门、宜道 又与杜玉配合 拿下了乐乡的守军 之后杜玉则是继续的征服荆州 而王军则顺流而下 与胡奋、王荣 共同拿下了下口和武昌 再之后就是直奔建业而来 在去建业的路上 遇到了孙浩派来的万余人 结果这些人直接不战而降 可以说王军这一路是顺风顺水 基本没有遇到什么 比较像样的抵抗 只有王魂这一遍 也算是遇到了点抵抗吧 是由吴国丞相张替 带着3万人来渡江作战 作战开始比较顺利 碰到了王魂的部将张乔的7000人 张乔寡不敌众选择了投降 有人劝张乔屠杀了这7000人 但被张乔以杀降不强为理由拒绝了 之后继续的向王魂的主力进发 结果战败之后 留待后方的张乔反叛 吴军遭到了前后夹击 损失惨重 丞相张乔战死 王军在打到武昌的时候 刚好是有一支吴国的军队 有事经过了武昌 听说禁军大入 就选择了返回建业 这个时候刚好是到了建业 就对孙昊说 蜀接小船给我两万人 乘大船足以破旨 但在出发的前一夜 这两万人就连夜逃跑了 至此吴国就再难组织起 抗击禁军的力量了 不是没兵了 而是组织不起来了 没有人愿意再为孙昊卖命 于是投降这件事 就被提倡了一时日程 因为这个时候 王魂 司马昼和王军 三陆大军都在建业的附近 所以孙昊这边 最后耍了一个小手段 就是同时向三陆投降 不知道是不是想要以此 来引发禁军的内乱 王魂这边在击败了 吴国丞相张替的时候 就有人劝王魂 趁势渡江拿下建业 但王魂说 我受到屯兵江北抗武 不能伪命 伪命的话 战胜了没有更多的功劳 战败了 这个罪过就大了 而且王骏是要受我节制的 等他来了之后 我们一起渡江 手下人则继续说 王骏克万里之寇 以继承之功来受解渡 未知闻也 果然等王骏打过来的时候 王魂叫王骏过来讨论军情 结果王骏的舰队直指建业 并且说 不行啊 风太大了 不好听传 之后自然是由王骏一路 接受了孙昊的投降 孙昊投降 与流善投降之后的状态 是完全不同的 司马延封孙昊为 归命侯 并且说 这个位置留给你很久了 孙昊则说 我在南方也给你留了这个位置 贾成说 我听说你在南方 招人木拨人皮 此何等行业 孙昊说 这是留给那些弑君不忠之人的 这是在暗逢假冲之前 只是成绩杀死草谋的行为 不过此时的孙昊虽然是多了几分骨气 但是早干嘛去了呢 终究不还是一个亡国之君吗 不管怎么样吧 魏蜀三家归进的进程 到此就彻底结束了 东汉末年的分裂 经过一百年左右的混战 也终于是迎来了统一 但是天下一统 并不代表着天下安定 司马家的统治根基本就不稳固 内部矛盾重重 东晋时期的晋明帝司马少 在与王导聊天的时候 王导给司马少讲述了 他们司马家的创业史 说到了司马懿的诸面名望 说到了司马昭杀草谋 晋明帝司马少颜面俯床 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晋朝的天下又怎么能够长久呢 当然这是从德的方面得出的结论 属于是底层原因 而直接导致了袭击灭亡的 或许还要从司马炎的傻儿子 司马忠 以及他的风婆娘贾南风所引发的 八王之乱所起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